YO 券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法帥 如果你今天想要把車子賣掉 要怎麼樣把價格才能賣得漂亮 我的頻道有一個系列叫好男夢想車 一直都有在拍一些車子的開箱 以及一些中古車的買賣 那我自己呢也買賣過非常多次的車子 那也常跟車商打交道 今天就來跟大家聊聊 怎麼樣可以把自己的車子賣到一個非常漂亮的價格 你或你的朋友已經準備要賣車了 也可以把這個影片分享給大家看 開吃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假設你的車子要賣了 你心裡想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事情 沒錯 就是如何能夠把這個價錢賣得多高 能賣多高就賣多高 對吧 我們要怎麼樣把自己的車子賣出一個高價呢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車子的出售方式 一個是自售 一個是賣給車商 一個是賣給車商 一般我們理解車商為了賺價差 通常會把你的車子購得很低 大家就容易把這個車商想得很邪惡 覺得呢車商就是垃圾 想要賺價差 其實呢我覺得車商就是一份工作而已 他們沒有那麼壞 他們也要謀生啊 自售最大的優點就是價格可以賣得非常漂亮 但除了這個以外呢其他都是缺點的 其實中古車呢真的是水很深 因為二手車本身就沒有一個明確的價格標準 沒有一個固定的買賣價格 雖然有一些專業的孤車網站 你只要輸入品牌連份型號 你就可以找出這個車子的參考價格 但是那都只是參考 二手車有一個一車一礦一礦一礦一價的 這樣子的原則 所以大部分對買賣二手車人來說呢 二手車算是一個消費大件 而且有風險的一個產品 大家也會比較謹慎的去消費 他不像買新車 新車可以規模化 標準化 量產化 每一台車不能說完全沒有差異 但是差異非常的小 所以價格呢 有官方的參考價格 相對是比較明確的 那中古車呢 就完全沒有方式可以去了解它的價格嗎 其實還是有的 我有歸類出一個公式 不論你的車子是什麼樣的年份 什麼樣的狀況 這個公式都是適用的 就是自送價格 等於流通系 減去維修整心費用 減去交情成本或行銷成本 那車商的收購價呢 就是會等於流通性 減掉整心維修費用 售後成本 還有銷售利潤 再扣掉這兩個 怎麼講呢 自售價格是這樣子 你的流通性越大 基本上車子可以賣的價格越好 那剩下的兩點 補充說明一下 自售價格等於流通性 減去維修整心費用 流通性越好 車子價格越漂亮 車礦越不好呢 你要越多整心費用 它的價格就會賣的比較低 然後還有一個交情成本 跟行銷成本 這個我們後面會講 那廠商收車價呢 就是流通性 整心費用 還有售後的成本 還有銷售的利潤 這個是中古車商 他在收車的時候 成正比的 一樣是流通性 但是會有負號的 就是他的維修整心的費用 售後的成本 跟銷售的利潤 那流通性跟整心費用呢 這兩點是車商跟自售 都有一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用多談 我想對於車子流通性比較好 價格會比較漂亮 以及照顧比較好的車子 車礦比較OK的車子 可以賣比較好的價格 我想這個大家都用理解的 那這讓我想到一個 非常有趣的美劇 就是超級力氣熱鬼的一個節目 那裡頭有一集 有一個主角呢 他就是用報紙 保鮮膜 塑膠等等的 把車子內裝全部包起來 他就希望說他到時候賣車的時候 那車子可以變得很新一樣 哇真的很鏘 如果這個車想賣的話 價格會賣得非常好 你在自售的情況下 把車子賣給認識的人 越熟 通常價格會越不高 因為你必須讓利 你朋友就是因為跟你有交情 會跟你大殺特殺 又或者是車礦呢 有些問題 你也要在交情上負一點責任 當然 你也可以找一個 不懂紅情 不懂車礦的朋友 賣高價 犧牲一個朋友 把一台車賣高價 是不是蠻划算的 但是呢 這個時候 你就會想了 那我賣給不認識的 車友或網友就好啦 這款車是一定有人喜歡的 我就PO文給那些人就好啦 沒錯 這的確是個好方法 但是 這樣就衍生出 行銷成本了 因為你要自售那台車 你必須負起行銷的責任 你要花時間拍照 寫文章 寫一些亂七八糟的文章 說這台車 當初是怎麼樣跟著你上山下海 但是最後不得已把它賣掉的狗血故事 而且我常看到那些文章 通常特別備注 沒有特別想賣 期待有緣人出現 不要亂來殺價 隱藏韓劇就是 我車要賣很貴 你小心點 OK 那你把這個文章寫好之後 你還要把這個資料 PO在各大的社群媒體 或自己的社群版面 這個時候呢 可以跟大家教一個小技巧 就是你要確認一下你的車型或車子的種類 把這個訊息丟對地方會更加分 例如有一些是以價格區分的社團 他會直接說 20萬以內的中古車 30萬以內的中古車 或是以車型做區分 進口車 日系車 牛馬蛙 這些呢 都可以幫助你鎖定受眾 可以讓你加快你賣車的進程 那這些PO文的過程呢 就是你必須付出的行銷成本 再來就是自售的話呢 你必須花時間報價 然後回覆準買家的一些訊息 然後花時間陪他們看車 這個都是你屬於行銷成本的一環 如果你是一個屬於時間寶貴 或是怕麻煩的人 真的不要為了想要價錢賣好自己賣車 因為呢自己賣車賺到的 其實是那些行銷成本的費用而已 並不是真的把價錢賣得比較高 尤其是時間成本比較高 或者是勞力難以計算的這些人 所以我自己賣車的經驗來說 是真的蠻痛苦的 因為超多人私訊我 然後都沒有下落 或者是回訊息回得很心煩 然後約出來看車就真的只是看看 要花一大段時間才能把自己 車子賣掉賣一個好價格 如果你今天自售已經要成交了 記得也要準備中股車買賣的合約 那網路上也有範本可以下載 行政院全球網也有這個 中股車買賣的定型化契約 買賣的時候記得一定要完整的簽約 不要有收到錢 想說便宜行事 沒簽也沒關係 又遇到很多實際的狀況 就是因為沒有簽約 導致買賣完成之後 後面還有很多爭議發生 那沒有合約的話會造成一些麻煩 那以上這些如果你都可以克服 恭喜你 你絕對可以把車子賣掉一個超漂亮的價格 再來看看車商那套公式 不一樣的是比較有商譽的車商 基本上二手車交易完成之後 都會有一段保固期 或者是一些售後的軟性服務的期間 有可能引擎有一些保固 或者後續有一些諮詢的服務 而這個部分呢 在自售就比較不會發生 不然有人自售車會跟朋友說 我這個我有幫你保固喔 不可能嘛 我們沒有相對應的技術資源 很多人常常覺得周古車商很邪惡 賣一台 都有十幾萬的利潤 怎麼那麼爽這樣 但不要忘記 車商需要把現金 整個先付給你 把車子買斷 再來呢 也會有一些他的一些人事成本 可能請業務啊 行政等等的開銷 其實每個行業都每個行業的專業 我是相對比較偏向相信專業的人 所以我認為呢 這是車商應得的 但是不得不說 的確有很多不良的車商 會亂報價啊 在網路上可能跟你對談 開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價格 實際看車東扣西扣 東扣西扣 最後報了一個你想殺人的價格 那這邊呢 就要跟大家特別補充一下 就是說 有時候車商在網路上報價格 不管是買價或賣價 有一些不良的車商 報價真的就是報價的 那只要他偏離行行價太多 基本上你就可以視為假的 例如說 如果你的車子 你去每一家車商 估價每個都跟你估35萬 結果有一個跟你估45萬 基本上你就不要去 他絕對是比較好難耶 對 因為我覺得 就是車商這樣子報一個 就是亂報價的情況呢 在資訊這麼透明的時代 還是會有發生的情況 我覺得太瞎了 這些不良的車商呢 的確也危害到一些善良的車商 這些方法呢 可以讓你參考 並不是賣給車商就完全不好 你到底應該是自售呢 還是賣給車商 你可以好好想想 就是把車子賣給我 因為我介於車商 跟一般的買家中間 我這個頻道的理念 就是我自己喜歡玩車開車 就順便拍影片 因為我跟車商比較起來 我沒什麼成本 盡量呢 能夠把你車子收到一個高的價格 因為我是做車子是 買賣興趣排第一 利潤只是排第二 所以是我有興趣的車子 我盡量都會收一個高價 雖然不一定能夠收到 大家心目中的自售價格 但是 我可以幫你省下那些成本 又可以買得比 一般中古車商再高 何樂不為呢 那也感謝之前 相信我的小GENTLEMAN把車子交給我 那有機會讓我們陪你一起 買車玩車賣車 那大家對中古車還有什麼其他想法 或是想要賣車的話呢 也可以歡迎找我全台灣收車最高的男人 GENTLEMAN法帥 也歡迎在下面留下我們的看法 好男夢想車 我們下次見 想賣車記得私訊我IG喔 掰掰 worst的 我超過 我超過 好 好 好 vegetables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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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